紅湖花火節不為疫情緊逼 早上舉辦 燦爛火花在夜空中 閃耀繽紛 美不生收 沒想到23號晚間 卻發生一起遊客的死亡意外 一名新北市的67歲婦人 跟家人一起搭船出海 欣賞花火節煙火 沒想到突然冒冷汗全身癱軟 心臟不舒服 昏迷倒下 船家一看事態嚴重 也馬上緊急返回港邊 但婦人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救護人員當場進行CPR急救 隨後送醫搶救二十分鐘後 仍然回天發術 根據募集民眾表示 他們發現婦人狀況不對 就馬上決定送她就醫 家屬表示 婦人原本就有心臟病死 因此對死亡沒有意義 花火節節點傳出火燒紅橋 跟遊客猝死意外 只希望接下來的表演一切順利 不要載神之劫 記者 彥玉龍專號 澎湖報導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維生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 幫你把好康帶回家 對 啊